一只蜜欢正在蜜食,今天他准备掏个巨蜥的蛋打打牙剂,只见欢歌在地上一阵巴拉,顿时尘土飞扬。 正当欢歌巴拉得正开心的时候,丝毫没有发现自己被一只独眼猎狗盯上了。 我们知道猎狗作为非洲草原二当家,实力也是不容小觑,一手掏钢绝技使得出神入化,就是狮子也不敢跟他们正面对抗,否则绝对是伤敌一千,自伤八百。 独眼猎狗一点都没将平头哥放在眼里,看着欢快掏蛋的平头哥,随便找了两个猎狗小弟,准备围殴他。 而此时的平头哥已经成功吃到巨蜥的蛋,心里美滋滋的,还没有发现树林中正在接近的猎狗。 平头哥完成目的后就要转身离去,但树林中的猎狗可没想就这样放过他,直接冲向蜜欢,嘴里发出一声声狗叫。 平头哥此时也发现了猎狗的存在,看着猎狗一点一点的靠近。 你以为平头哥会逃吗?并没有,我们欢歌不仅没逃,还屁颠屁颠的主动冲向树林,即便是看到对面狗多势众, 平头哥也是丝毫不慌,呲牙咧嘴的冲着猎狗大声咆哮,仿佛在说,什么非洲二哥? 我非洲一哥,我说什么了吗? 天上也是来了许多的吃瓜群众,亲眼目睹平头哥上去,对着二哥的关键部位就是一拳, 把二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,一直吃瓜黑鸟,一直在树上,看到这一幕,嘲笑地看着猎狗, 二哥虽然有韬钢绝技,但我们欢歌也有导弹绝技,而且猎狗的韬钢对底盘低,又皮糙肉厚的平头哥,一点也不好使。 最后,猎狗不仅没有成功,还丢了大脸,只能看着平头哥,潇洒离去的身影。 不仅如此,非洲三哥野狗也不是平头哥的对手,不信你看。 这天,欢歌依旧在地上掏来掏去,掏得非常的认真,都没有发现身后有几只野狗已经打上门来了。 这几只非洲野狗直接冲向平头哥,大摇大摆的显得非常有自信。 反观平头哥还在专心制制的巴拉图,等到野狗已经走到他面前了, 直接被吓得一击零,暴富心极强的平头哥,立刻去攻击那只吓他的野狗。 即使身后有两只野狗,蜜欢也丝毫不惧,甚至还有点想笑。 因为我们知道,蜜欢作为非洲一哥,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 他们后面粗糙的皮毛,可以抵御大多数猎食者,虽说打不过狮子,花豹, 但其他猎食者想吃他也要衡量一番。 蜜欢,值,不值得,花费四五个小时。 这只蜜欢显然没想跟野狗继续纠缠下去, 当他受到野狗攻击,也会停下来反抗,这样且战且退。 反观野狗,应该不想就这样算了,一直不停对着平头哥的屁股下手, 但他们的攻击和猎狗一样,面对底盘低又皮糙肉厚的平头哥,丝毫没有用处。 占据优势的平头哥,最后屁颠屁颠地离开,只剩下野狗在原地惆怅。 蜜欢称为非洲一哥,还是有点道理的, 面对已多取胜的猎狗和野狗,蜜欢也能全身而退, 这足以证明一哥的实力,更不要说蜜欢导弹的本事也不小。 连想撤草原的韬钢绝技都要让他三分。 好了,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, 喜欢平头哥的朋友,不要忘了点个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